说古人八卦解汉字典故 我是冯义刚 为您说人解字 今天来说一个安禄山 安禄山是唐朝的叛将 发动安史之乱 建立了大燕政权 年号圣武 安禄山通晓六国语言 起初任职护士马牙郎 替商人贸易时来做翻译 他和史思明一同被泛阳节度使张首归 收为低级军官 因为领兵的才能 成为张首归的养子 升上千卢将军 西元七四零年 安禄山三十七岁 靠着贿赂与御史结交 进而拨得唐玄宗李隆基的称许与宠信 他做事颇有手段 深受皇帝和杨贵妃的信任 又熟悉河北一带外族杂居的实际情况 能够镇压外族 受到唐玄宗重用 安禄山身材肥胖 唐玄宗曾问他 为什么肚子这么大呀 他回答 为赤心耳 他还在唐玄宗面前跳起胡弦舞 转起圈来 是极如风烟 这么灵活 他唐朝红金宝 可以建议三毛哥扮演这个角色 安禄山首先为平庐节度史 接着又身兼范阳节度史 河北财访史 河东节度史 十年时间掌握了现今河北 辽宁西部 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和财政大权 受封为东平郡王 唐玄宗在位多年 开元末年 他逐渐丧失历经图治的精神 待于朝政 西元742年改元天宝 更加担逆享乐 宠幸杨贵妃 政治日趋腐败 国政由李林府杨国忠把持 边境军事的管理松动 对禁军的训练也松弛下来 安禄山洞悉内情 且势力庞大 就起了异心了 安禄山感念唐玄宗 本想等到唐玄宗驾崩之后再行叛乱 然而他与新任的宰相杨国忠 为了争宠 两人关系交恶 安禄山决定提前叛变 天宝十四年起兵 以忧国之为奉秘诏 讨伐阳国忠以清君策的名义 和平庐节度使使司明一同叛变了 史称安史之乱 旧堂书记载 歌书汉主张拖延固守 等待更好的时机 曾多次上奏表示 禄山虽窃和硕 而不得人心 安禄山为人残暴 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不得人心就得不到他人的爱戴 只要坚守同关 等待叛军内部离心再歼灭 就能不伤一兵一族 秦获贼军 但是唐玄宗受到杨国忠的鼓动 还是下令歌书汉出关决战 结果战事是一败涂地 歌书汉也被叛军俘虏 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了 太冲动了 唐玄宗听信谗言 指挥不力 安禄山攻陷洛阳 隔年在洛阳建立了大燕政权 自称雄武皇帝 接着又攻陷长安 逼得唐玄宗仓皇出逃 途中大将军陈玄李汉士兵们 要求唐玄宗杀了杨国忠 杨贵妃安定军心 杨国忠被士兵乱刀砍死 玄宗也被迫在马维坡 溢死杨贵妃 唐玄宗逃往成都 太子李亨在灵州自行登基 设为唐宿宗 所以李亨是自由行 不然怎么会自行登基 我也祝他一飞冲天啊 西元七五七年 安禄山称帝一年 次子安庆旭为了取得继承权 杀了安禄山 尊他为太上皇 叛军大乱 史思明与安庆旭互相猜忌 史思明杀了安庆旭 接着又被自己的儿子史昭义所杀 叛军由内部开始崩坏 屡屡被唐军打败 安史之乱历经七年两个月 终于平定 我是冯一刚 说人解字 我们下回再见